为什么你画的嘴型总是很奇怪 今天我来教你保证一看就会 首先要了解结构 分别为上唇 下唇 唇珠 唇峰 唇缝 唇骨左右嘴角等 接着根据特征开始起行 先画个上窄下宽的长条形填字格 直接在上方写M 下方画半圆 唇缝的M型平缓一点 再擦浅铅笔稿用红色彩纤描一遍 就可以开始上色啦 大红色整体铺色平图 接着加深上唇再下唇的投影 以及下唇暗面 换深红色加深唇缝 画唇缝我们要明白的是 唇骨和嘴角中其他地方浅 一定要把深浅变化画出来 这样嘴唇才能够更加立体自然 上唇下方的暗面也用深红轻轻加深 肉色画下唇亮面稍微用力一点 顺便还能压个噪点 让嘴唇更加细腻光滑 接着用红棕色继续加深唇缝和下方暗面 肉色和白色把嘴唇边缘的轮廓过度自然 这个轮廓必须过度自然 嘴巴才能贴着皮肤 不是凭空长的哦 最后点上灵魂高光 水润嘴唇自然立刻有啦 上唇也是同样的步骤 但上唇颜色比下唇浅 所以我们用粉色上色加深 再用肉色过度 珠红丰富唇峰的颜色 红棕加深暗面提升体积感 再点上高光就完成啦 在学不会你来打我 如果您在足 Cocaine的今天 请不吝点赞 至于 我们明镜需要的重点 打赞 转发 打赞 转发 打赞 阶子 如果进面的话 感谢观看